需要把前面冒号以前的东西消失 前面消失 特别注意,请你用公式,你不要涂法链钢 如果你涂法链钢的话 蛮麻烦的,甚至涂法链钢你还要知道怎么涂法链钢 因为你会发现点下去,这边是公式 它还没办法让你把它删掉 除非你有一个方法 你可以把Ctrl-C,Ctrl-V的时候 你可以用选择性贴上 把它改成只有直 贴回去之后的话,它才会变成 里面真的,你才可以办法修改 打钩,不见了 打钩,删掉 不过你会发现,如果这样用的话 其实也不是很聪明 为什么?因为你要做32次 所以最聪明的方法的话 但如果你实在不会的话 选择性贴上也许是一个方法 你不要连选择性贴上都不会 那就更麻烦了 好,那我们要怎么做比较简单 有一点关联性 有点关联性,什么关联性?上面几个字 四个字,这边几个字?五个字 所以加一个字,再下一个字 所以也就是只要知道上面这几个字 再加上两个字就可以了 OK 然后呢,我们来示弱 所以接下来怎么做 一,请你游标放在这边 把公式减下来 不包含等号 二的话呢,再放给那个MID MID函数 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用MID MID函数把刚刚的东西贴到TES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文字 OK 它取到的文字帮我放在这里 那第几个字呢 根据这个的字数 这个字数怎么知道有几个字 还记得吧,L1N L1N就是算它里面有几个字 刮符 跟他讲说,你帮我算一下D1 里面有几个字 他跟你讲,里面有四个字 那我们要第四 第五第六,再加两个字 从第六个字帮我开始算起 帮我把后面的所有的字呢 都帮我留下来 后面有几个字 那如果你要去算它很麻烦 你干脆输入一个99 你会发现就 就留下来 99意思说全部都要 所以输入99意思说一个很大的数字 会大于 那个里面所有的字 的总字数 就OK了 好,那这样的话呢 按确定之后的话会不会OK呢 不过你要思考一个问题 按确定之后 如果你向右 向下 都要OK的话 那可能你要问题 锁定的问题 锁哪一个呢 刚刚有多增加一个D1 有没有 那这个D1的储存格 如果我今天呢 向右的时候呢 它要不要变成E 变成F 变成G呢 要 但是我向下的时候呢 要不要增加列号呢 变2 变3 变4呢 应该不要吧 因为它一定都在第一列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记得啊 如果不变的话 前面不用加钱 不变的话 前面 要固定在第一列的话呢 那记得 请各位注意一下 最最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在E的前面加个前的符号 就OK了 D前面不用加 E的前面要加 这个很重要 因为将来你错的话 应该都错在这里 按个确定 然后呢 向右 向下 最后再把这四个栏会选起来 快点两下 这样子的话呢 就大功告成 OK 你就可以下班了 所以以后如果你想要早点下班的话 那你就要学会这个啦 OK 所以公式在这边 试一下 OK 画面在房间 各位试一下 Mid 所以刚刚是Index 现在是Mid就可以了 不过其实用Mid之外 你还可以用其他方法 不过其他方法 我也都试过了 发现用Mid是最简单的 另外其实可以用Repres 或者是说用其他的 一些方法 不过 似乎没有用Mid来的简单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那个99 意思是刚好 后面如果全都要的话 你就梳理一个大于那个长度就好了 这个也是我 这个无意中 我想出来的一个方法 因为之前本来想说 要算我要几个字 后来发现 根本不用算嘛 直接给一个很大的数字就好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你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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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